由立法會議員鄭偉俊和女友白尹琴持有涉嫌經營無牌賓館的單位位於銅鑼灣告示打道海刀大廈 在九樓這個單位外貼著兩張紙說單位已經轉讓此乃住宅單位如友白狀會報警處理 我們就嘗試按門中立即有一位男子出來招呼 我們又遇到一位入住這間賓館來自英國的遊客表示很滿意這裏的環境 很棒,很友善,每個人都想和其他人一起交通 所以很棒,跟其他人一起訪問 你覺得是有點羨慕嗎? 可能是有點羨慕,但好像在世界各地的宇宙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這個環境 他說自己是在網上訂床位的,很考慮過這間賓館有沒有牌 但如果一早知道是無牌經營,就不會租住 而住在九樓的鄰居就對租客相當不滿 我不知道是否是無牌,但是很吵著人 我有一些覺得有些不玩笑,甚至因為那些鬼落多 甚至是飲酒,早上我見到那些垃圾桶好到那些酒 甚至是開派對 被揭發物業懷疑被租客無牌經營賓館之後 謝偉俊和白韻琴連同地產經紀上門找負責人了解 他解釋出租的單位並非經營賓館 三名租客是在十一樓,另一個不屬於他們物業的單位經營賓館 與他們無關 我這麼多樓,我怎麼知道那些人租來做什麼 我不會去驗屍這麼驗 那他租了樓之後,關上門做什麼 我不可以去禁中,我不是私家偵探 是嗎?當我們簽租約的時候 大家尊重那個合約的精神 那你說我怎樣去經一時掌一致 我是做不到的 因為個個都要經一時掌一致 但我不表示我這麼多樓租了出去 他們做什麼我都要負責的 因為我沒有可能去負責的 事實上一間賓館Pandora的網頁上 寫明地址就是兩人持有的單位 並標榜是據香港特色的旅館 有海景商人房出租,每晚租金一千元 另外在十一樓一個單位 就有十幾個樓架床位出租,每晚租金三至四百元 不願意出鏡的業主立案法團陳先生說 他們不清楚這間賓館是有沒有牌照的 只是知道他們一直很秘密地營運 就好像連招牌都沒有 但他認為法團本身是沒有權 也沒有能力去干涉和規管大廈單位的用途 至於為什麼他就不願意再作出回應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